我們現在在凱旋青宿社會住宅 AK監獄 為什麼會是監獄呢 我們等一下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今天黃先生要帶我們來看房子 這個故事原因就是因為有一天他就說 社宅可以抽你要不要抽抽看 我們兩個就抽了 結果他抽中我沒有抽中 我後補多少 1300多 我想應該就是蓋到社宅全部都蓋完了 我都還沒有後補到的 好我們上去看囉 走囉 高雄凱旋青宿社宅分為A洞 地上14層地下2層 以及B洞 地上13層地下2層 共245 部的集合性住宅 房型一共有一房兩房三房三種類型 我們今天就一次開箱給大家看囉 住這邊的好處是 現在目前這一整條 就是以前鐵軌建成的地方 現在都地下化 所以現在這條路很安靜 這邊離民族車站很近 然後又有U-Bike 可以借 他的選顧規則就是 依照你的序號去依序選顧 然後你可以排出你的最好的打算 跟最壞的打算 跟最壞的打算 填志願 對 它就是有點填志願的概念 還有一個填志願的地方 你還要有一天來選屋抽籤嗎 在那個四圍的行政中心 那你覺得你有身算嗎 我的號碼是65號 一房型只有69位要抽 那你在很後面耶 我的身算很低啊 所以我很生氣啊 我身算低就算了 我要住一個監獄 請問為什麼要在監獄呢 那每一層樓每一個走道都有 一定都會有裝這種數位解釋器 所以誰出入誰怎麼樣的 基本上都被禁收在眼底 我們就是生活在一個 被那個什麼保全公司 很安全啦 只能說 關注了生活狀態下 對 所以來這邊當保全應該很有樂趣 一人房這個的話 含公司的比是13 就跟我現在住的地方一樣 當時我每看到一次那個 我都還是覺得 這個到底為什麼要在這 但是不能讓你動 因為你床就真的就不能放這啊 放這我就覺得很奇怪了 我們等一下去上樓看一下樣品 他有跟宜得利跟特利物合作 所以他們各自有做了一個樣品 然後他們就是 如果你拜這邊什麼都沒有 你可以透過他們的合作關係去 特利物是宜得利買家具 但是我覺得沒有便宜多少 我真的是抱怨大會耶 然後我發現他一人房頭是要叫 他說基尼平地 浴室會是也不寫 而且我跟你講一個 我真的覺得不合理的地方是 浴室的天花板現在是做房草木頭 我寧願他用美奈可能便宜一點的 我覺得你用房草木這個 因為住戶一住下來 合約都是三年 三年住完之後 你可以再續加一次 就是等於說你可以住滿多 六年 然後你在搬的時候這樣子 住兩年可能就會有問題 這個可能六年過後會變很可怕 可能就是你要賠一筆錢 它每一層都有一個很棒的公共空間 然後頂樓還有花園 還有公車喔 頂樓有公車喔 什麼意思 我們坐這裡就好 它廁所真的做得還蠻好的 就是有個案是分離 然後它的空間又大 我覺得唯一的詬病就是這個 它真的是 這是大的了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小的 它沒有預留插座給那個洗衣機 真的是一件非常詭異的事情 如果說我今天一定要在那邊放一台洗衣機的話 我要把插頭接這裡 然後可能下面那個洞 我可能要鑽個洞之類的 而且門到底為什麼要往外開 真的我也不懂 還是有法規說一定要往外開之類的 很評論去留言好不好 我們也好想知道喔 你真的今天是來驗收的 可是這邊的廁所就沒有那個情趣廁所 對啊它只要是廁所是草門的 這個就是沒有情趣廁所 我比較不喜歡這個樣子 因為我個人來講 我比較喜歡廁所是通風的 這間不知道有沒有動欸 你是不是真的很愛這個色型廁所 我沒有 喔這間就沒動了 你看這個 我覺得超不合理的 喔真的欸 這個連洗衣機都放不下欸 我要洗個衣服 我要先把衣籃先這樣子搬過去 不能要從這邊進來 而且它這邊也沒有插座 你也不能牽線也很麻煩 對 而且我相信如果我們去跟杜發局吵這個 它一定想說 你們一防醒來就不能要給你們洗 清免到外面洗 然後這是兩人 這個就比剛剛那個合理啦 是不是 它如果留意台放 像剛剛一人房放另外一邊 就不能放床 它像這種有多房間 它每一間都有做獨立的冷氣 好處就是不用自己再裝冷氣 它都把你裝好了 而且採光都蠻好的 對它每一間採光都很好 然後空間用大 我個人是蠻喜歡兩人房的 我真的蠻後悔沒有用戶籍的方式去 對啊兩人房好像比較OK欸 這種大型人台它都有預留管線 這個就有洗衣機的插動 不知道為什麼一人房的沒呢 是啊 然後這邊有一個最重要 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棉框 全部只能用電池 電池爐 對或是陶晶爐那種東西 這個就是兩人房 B房間然後規格都是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客廳 欸真的欸 它客廳跟廚房就是很開的 但是它唯一捨棄的點就是 它沒有雙兩台 剛剛A房間雙兩台 一大一小兩台 然後它這就是一大兩台 這個比較有家的感覺吧 你看就是有客廳 有廚房 有衛浴 這個即便是一個人租下來 自己一間當工作室 我都覺得還蠻好的 對啊這兩間 它就只是只有一個陽台而已 是啊 但是其實還好 然後比較特別是 它有些兩人房型啊 都會有這種落地窗 這個不錯欸 對 但是我跟你說 一般做落地窗 應該都是一片是玻璃吧 它把它做成兩片 它讓我覺得有點危險的是 你知道一七十幾要輕輕推它 它是會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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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點可怕 它可能就是 基於成本考量 沒辦法做一大片 它只好把兩片合在一起 然後但是我覺得這個房型 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是它的陽台超大 喔真的陽台很大欸 好 目前看起來CP值最高的 就是二人 真的 真的就是要抽就抽二人房 接下來我們要看三人房 哇 三人房就是真的很大 但是整個相比的話 這一棟是有宅 我覺得CP值最高 就是兩人房 對 兩人房CP值最高 它多了一個大客廳跟一個主臥 我們來看主臥 就是主臥有多一個浴室 就這樣 但是主臥的浴室是 沒有暗示分 對 就一般的 那這邊也蠻酷的 它是這種 我們等一下去找一個有電的板子 它還可以先叫電梯 這是一個智慧駐枕 對 真的是智慧駐枕 那它還是配電子鎖 它真的是一個智慧駐枕 數字還是指紋都卡片 卡片的 喔 卡片的 有沒有講到扣點機制 喔 我覺得最在意的是 有養寵物的 你如果養寵物是可以登記的 但是呢 如果你的寵物吵到人 他就可以去跟管理師投訴 他只要上來發現你在吵 你就被扣點了 30點就會被退租 對 它不是有一個時間限制會消除 它是你這個租約期間 你只要滿30點 你就拜拜 好 我們去花園吧 頂樓花園 其實住頂樓有好處是 你確實可以帶床樓出來走走散散敞 這是一個社會信用住宅 對 它是一個信用評分 大概是這樣 我們去A洞好了 據我所知 全台灣目前有坐色宅的公寓 它的地下室都是有7億半的停車位 也是給公眾使用 非住戶 然後因為我看到有一台繳廢機在B1 我就問他說 這邊的停車位是全部都給住戶抽籤 是嗎 然後他說 對 這邊又是給全住戶用的 不給公眾使用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請問你們擺了一台公眾繳飛機是幹嘛 他就 嗯... 我也不太清楚耶 我想說 你們不是這邊的 來解答我們全部人的疑惑嗎 他就說 還有這個牌子 我也說 你連問他這邊佔地幾公頃 然後公設比到底是怎麼算的 他都答不出來 這有牌子啊 這個很明顯就是之後會變成公用的停車場 還有一個公務員很沾沾船 你跟我說說 沒有 這邊就是給你們全住戶使用的 我心裡想說 你當我瞎子 這個就是停車場 對 不可能住戶還要用這個角色 而且我跟你講 為什麼會很生氣的意思 他貼了停車的須知 跟我說這邊的東西都是給住戶使用的 這個就是給外面的人用啊 對啊 你都有收費標準了耶 你還不知道這邊要怎麼停 這裡是機車的停車 機車停車位 然後那個是自行車嗎 對 這是自行車 這個蠻酷的自行車 我記得他的出入口好像有兩個 一個是另外後面 一個是前面 上述獎入金啊 都是喊管理費 以德利的裝潢 我們要去看樣品屋了 這是一大房的 我覺得一大房買起來真的還蠻問題的 可是我就是不想要床在窗戶旁邊 就是示範如何讓他 但是我覺得他擺的蠻多 一般人家裡應該是不會擺那麼多 你看他是不是要有居家感 擺上去之後就蠻合理的 對啊 他的房間 還有出發 還有冰箱 哦 還不錯耶 所以就是如果你需要的話 都可以直接跟以德利買 我們來看特立屋的 這是兩房的 剛剛是以德利 現在這是特立屋 特立屋看起來比較簡約一點 以德利剛剛好像擺的有點多 嗯 特立屋就是 特立多了 這邊就比較像家的感覺 他可以做什麼事 他有個可以調閱你的影像監控 可以自己看一下監控 你看監控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指令下面開門 對對對 你在找預約電梯對不對 對啊 他這邊可以預約電梯 找不到耶 我昨天有看到 這是SOS 突然特立屋的風格 開始變得有點像IKEA 他不敢發生一次 他這個床是做 他都是可以拉的 拉的房 很善用空間 哦 這是特立屋的三房 擺起來就蠻合理的 就它一個小溫馨的小廚房 它還有漆這個油汁耶 然後我問他說 油漆的部分是我們可以自己漆 他說你可以自己漆 但是你退屋的時候 你要把它恢復成白色的牆面 即便是可能特立屋幫你配好 反正就是你退屋的時候 全部都要跟來的時候是一樣的 對對對 就是你得利的三房 我最愛這種沙發了 你沙發很散的 這個沙發很散 我最愛這種的 這應該是小孩的房間 對啊 還有陽台耶 哦 這邊有陽台耶 哇 好憤洪 你現在是要去選擇你的房子了嗎 你要做抉擇了 看好最好的打算跟最壞的打算 排除掉一些絕對不能住的 如果真的最壞打算也沒得選的話 你就不搬了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我們現在要去看一下 A棟有一個拓兒所 就是一堆小孩子的地方 三樓 對 是 它有一個靈雅親戚公共圖一的東西 真的耶 裡面就是長這樣 它好像把整個整層空間改成就是這個樣子 常常這個角跟這個角 都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公共空間 但是之後一做什麼 理問都發覺的官員 他們也會說不知道 不清楚 我覺得第一批住進來的人 真的是風險 承擾的風險很大 第一 你要自己買家具 第二是有太多位置的運輸 你看你也沒有分離 請問這是你今天看完的感想 對啊 這是第三次了 我覺得看三次的感想不是一樣 What happened 那你覺得你之後會租進來嗎 我如果抽到B房型的話 我會很樂意租進來 我只能說祝你順利啦 哈哈哈哈 畢竟本人65號 怎麼抽 我不知道你要怎麼抽 告訴我 看完了耶 我只能說好像有點慶幸沒有抽到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抽到你想要的房型 因為畢竟你的號碼真的有點危險 好啦我們今天開箱就帶來 Yeah 雖然我們講了蠻多真實的話 都怕取更是政府不要介意 大家加油 大家作為高雄好 對 好就這樣囉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